我始终认为 对一个学校的发展利益 学生走多远 取决于老师走多远 老师对学生提要求 不如对自己提要求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行 老师也要参加考试 首先参加高三的阅考 没想到的是 这个考风考季很糟糕 尤其是到了教考卷以前 大家一般内心里公认的 语文功底比较好一点的 两个老师 他们的大提卷 被其他老师都抢了去了 这是老师的考试 那么我平时在寻课的时候 也发现 就是说上课的过程当中 有些老师上到一半 或者说离开结束 还有个五分钟十分钟 两个老师在走廊上聊天呢 像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够也是先赌了 所以我一开始比方说 检查作业本 检查备课本 检查听课本 老师明显课堂上讲错的 或者说没有备课的 就是明天开始你不要上课了 这个是高三的课 你太误人子弟了 这一点就是说 对全校震动很大 特别欣慰的是什么 就有个数学老师 去年暑假前给我发信息 曾教掌 他说当时16年底的时候 他说我某阵队 我比你从台下民主赶出来了 他说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还想再来 你怎么考察都行 然后就是学校在组织听课 他们确实 他们说他现在进步非常明显 课业上得很好 我始终认为 所有的班服都是暂时的 所有的支教总是要结束的 重要的是增强贫困地区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造学功能 所以我给自己的支教确定认 就是能够尽我所能去培养这里的老师 培养这里的校长 比方说我一来以后 大概从两个月吧 就出台了台江县民主中学 青年教师培养行动计划 包括组织老师 八批教师 到杭州的重点中学 去参观交流学习 八批教师 八批教师 八批教师